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phie Chan 播出的日期是2月20日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中央如何整頓西人 對外有偶像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一打二 一打美國和英國 完美KO了一群西人 這群西人漠視事實 明明我們國家新冠病毒追溯源頭的研究 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全面合作 但西方媒體依然扭曲事實地抹黑我們的國家 所以連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都忍不住要出聲 我都會和大家看看西方媒體有多無恥 對內我們有香港電台和獨國 他們偏頗的報導不需要我多說 一直以來在傷害香港和獨害小黃人 政府昨天出手 與廣播處長梁家榮提早解約 昨天同日政府也有公佈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份報告清晰地揭露了香港電台有多傷我們納粹人的荷包 有多傷干和有多傷港 所以梁家榮自肯拉斯吉勞 究竟這份報告說了些甚麼 如何證明因為王喜和王中瑤之流有整頓港台的必要性 我會用數據和大家去佐證 亦都會和大家說一下港台首播節目一個小時勝為我們公堂多少錢 大話怕計數 之前我都和大家在港台製作教育電視成本價每小時多少錢都計了出來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今集我就想和大家揭露港台首播節目一個小時勝為我們公堂多少錢 我相信政府這份報告都預告了會如何處理港台的問題 譚sir 譚耀宗昨天也有發問 從譚sir 的文章可以解讀出來 接下來會如何令香港重新出發 如何將愛國者治港的理念貫徹始終實行到底 今集的內容非常豐富 在開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陳明欣和Jofishank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了 總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你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知道禍會和攬炒牌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新開的頻道陳明欣日常Jofie Daily 從一上事情看好人好事 陳明欣日常已經出新片 我也有看到留言 有一個觀眾朋友Alex說 平時看陳明欣會笑 因為知青原因又開心 不過今次看到哭 他看到非常感動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追看陳明欣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 同日論證 用不怕 我們由內講到外 先講一下內 獨果近日被張柏芝整治 獨果在2019年1月刊登了張柏芝兒子的出生子 據了解張柏芝其後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處方亦將調查交給警方跟進 警方經過調查和諮詢律政司意見後 在今年1月向兩名一周刊的編輯 和相關公司Nix Digital Limited發出傳票 控告他們涉嫌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 另一名一周刊記者涉嫌協助和教唆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 案件會在下星期一 即2月22日 在官堂裁判法院提堂 黎智英真禍不單行 正如我上一段影片跟大家說 黎智英不能保釋 在監獄又再被國安拉 而一周刊又被張柏芝告 相信未來他的壞運都會接著來 雖然網絡有留底 但我希望各位觀眾朋友都可以尊重張柏芝當事人 大家不要去搜尋 張柏芝的兒子的爸爸是誰是張柏芝的事 我們都要尊重他的私隱 就不要做和讀過一樣的事 而且案件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如果繼續散播 其實都是對張柏芝二次傷害 和讀過一樣 都是臭名遠播的香港電台更慘 Apple Daily的頭目仍然大大過在 雖然在監獄裏面 但香港電台的頭目現在沒得露了 昨天梁家榮說自己退休辭職 但明明政府說跟梁家榮協議提早解約 空姐牛肉飯老闆娘 Annie 就梁家榮任務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都有向梁家榮採取法律行動 就港台來說 至少沒有了一個包庇黃人下屬的處長 如果大家想知道為什麼我說梁家榮包庇黃人下屬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沒有了包庇黃人下屬的處長 政府安排民政事務局的副秘書長李百全 在3月1日出任廣播處長 有開心也有不開心 不開心的就是政府不打算接港台 開心的就是相信李百全的後任處長都會整治港台 我很支持李百全的後任處長和2011年上任的廣播處長鄧印光一樣 去強硬執行政府對港台的政策 相信港台中的黃人都會搞大龍鳳 2011年9月鄧印光離身的時候 當日就有幾十名港台員工穿黑衣抗議 又在港台門口放了黑地毯等鄧處長上班 那時候黃人已經興致了黑衣 我就想在這裡和李百全後任處長打打氣 希望後任處長李百全不需要害怕 因為有我們的支持 大家也可以讚好和留言給後任處長信心 昨日政府公布的香港電台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 相信會給李百全後任處長一個清晰方向 如何整治港台 跟大家看看報告的數據 讓大家有概念 港台在2018至2019年度 和2019年至2020年度 每年都用了我們10億 今個2020年至2021年度的預算都是10億 每年都有遞增 今個年度比上一個年度多了500萬左右 也不要說他拍了什麼出來有多少人看 只是說他花了多少錢 只花了我們公帑也花每年10億 用10億一年 我們又看看香港電台製作了多少個小時的首播節目 是首播 即是他們自家的製作和合制的節目 外判出來的節目 和外購的節目都計算了 只是不計他轉播的節目和不停重播的時數 大家如果有看過都知道香港電台會不停重播節目 就好像要失滿廣播時間 大家看看2019年至2020年度 港台就有1775.6小時的首播節目 1775.6小時是什麼概念呢 如果首播節目排著連續播 每日播足24小時 港台在2019年至2020年的首播節目 只是夠播74天 除以365天 也就是20% 即是五分之一 換言之港台在2019年至2020年 只有20%的時間 是有首播節目給大家看 大家說不合理 大家知道港台首播節目有多少之後 我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1775.6小時的首播節目有多貴 10億公帑一年 10億4170萬 除以1775.6 即是港台每個小時的首播節目平均要58萬左右 大家可能覺得這是天價 不過其實對港台的製作費來計算 已經是很失碎 加上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跟大家指出港台教育節目 每小時的製作成本是158萬 也就是首播節目的三倍 港台每小時的首播節目平均58萬左右 這就是我想跟大家指出的問題一 問題二就是報告有一個章節 也提及港台工作人員管理 形容第二類服務合約提供者 也就是俗稱CAT-II 他的員工有大約1800人左右 類別多達76個 情況可以形容為氾濫 第二類服務合約提供者 即是非公務員合約的僱員 也就是今次專責小組報告建議要重點檢討的一點 報告說 聘用第二類服務提供者 早在80年代已經有了 目的就是可以令到港台能夠靈活地滿足短期節目的需求 去填補因為服務的獨特性 以及其他方法沒有辦法滿足的需求 不過最初 核准的服務範圍只是涵蓋五個類別 即是臨時藝人 唱片騎師 編劇 讚稿員 以及資料搜集員 但是這幾年來已經擴展到目前涵蓋的76個不同的工種 截至2020年8月1日 大約有3000份第二類服務提供者的合約 然後我們又看看這3000份合約 究竟用了我們公帑多少錢 在2019年至2020年度 大約用了7100萬 第二類服務提供者是什麼 我再舉一個實例 港台在去年年初播放了其中三集的頭條新聞電視節目中的警方訊息 所謂的驚訊 涉及污衊和侮辱警務人員 通訊事務管理局接獲44宗投訴 最後裁定節目中的確有侮辱警務人員的成份 亦有部份片段令人覺得警方說謊和製造假新聞 導致警隊聲譽受損 違反電視節目守則規定 所以向港台發出強烈的勸語 有問題違反守則的警方訊息 是由王喜出現的 所以在2019年至2020年花費我們納稅人7100萬個3000份CAT-II合約 就包括用來請王喜這些臨時藝人的合約 3000份第二類服務提供者合約大約7100萬 也就是每份第二類服務提供者合約平均要23000元 23000元來請一個過氣的藍藝人 大家覺得是否值得呢 王喜也算是曾經做過一線 但王中堯真的未做過一線 這份檢討報告更揭露港台明知道一名演員涉嫌干犯嚴重刑事罪行 但仍然覺得沒有不妥的地方 繼續向他批出聘用合約 據了解就是王中堯 因為王中堯涉嫌於2019年7月1日闖入立法會 之後被加控暴動罪 第二類機制被港台彈性應付短期節目的需要 原因是提供服務比較獨特 報告就說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合約的僱員未必可以提供到 亦不能透過公開競爭或其他方式應付相應的需要 換言之港台用公帑請王喜和王中堯是不需要公開競爭的 大家說這樣公不公平呢? 報告也有說到 第二類服務提供者是受合約的約束 需要就利益衝突作出申報 亦要盡量緩解或消除這些利益衝突 不過港台從來未有提供進一步的指引 所以報告就說明在港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前提下 是有利益衝突的嫌疑的 港台和王喜和王中堯有什麼利益關係呢? 大家都知道了 報告補充說這些非公務員合約 CAT2臨時藝人以個人或官方身份用到社交平台 尤其是對公共政策或有爭議的事情發表意見時 可能會與機構的核心價值 例如持平有衝突 亦有機會影響公眾對機構作為有公信力 客觀持平的廣播機構的印象 所以會導致利益衝突 整份報告的最不同意就是這句話 非公務員合約CAT2臨時藝人 影響港台客觀持平的公營機構形象 我覺得港台給正常人的印象絕對不是客觀和持平 專責小組建議加入行為守則去規管CAT2合約 沒有了梁家榮幫忙黨的小黃人 唯有用其他後竊幫忙反對 香港01訪問了一個沒有出名的所謂前港台高層 為什麼不出名呢?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要加強說服力的話 其實應該這名所謂的前港台高層都要出名 才能證實到真是有其人 不過不要緊 我們都可以聽聽香港01的記者怎麼報 這名所謂的前港台高層說 如果按專責小組的建議加入行為守則 就說會和使用CAT2合約的原意產生相當大的矛盾 他就說要不就請不到人 又或者沒有人會去港台做 最後就損害到港台的節目質素和公眾利益 黃人工會 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 就批評報告是辱家之罪 他說令人有亂棍打瓜港台的感覺 又在這裡恐嚇 見到小黃人那麼害怕 就證明專責小組的報告講中了他們的要害 所以希望李白傳後任署長可以大力跟進 徹底跟進 我也和大家逐一反駁這位前港台高層和黃人工會的謬論 黃人經常口口聲聲說要公平平等 為甚麼非公務員CAT2臨時藝人 好像黃喜和黃中堯那樣 可以不用公開招聘 不用跟行為守則 何以見別人不請但港台去請的黃喜和黃中堯 是怎樣可以提供港台節目質素 黃喜在頭條新聞的經方訊息有多經方有多不堪呢 那就不用我多說了 我就想和這名所謂的港台高層講 如果真有其人的話 沒有人去港台做就不會損害公眾利益 反而是有利於公眾 因為可以省下 而我就很想這份報告如黃人工會所講 是亂棍打瓜港台 不要只是說有亂棍打瓜港台的感覺 是真的打瓜港台 摺埋港台 因為打瓜港台政府就省下很多功夫 亦都小樣東西要整頓 除了從報告可以看到政府會怎樣整治香港電台這個香港舞台 譚sir 譚耀宗亦為我們作出預告 譚sir 昨天就向香港01投稿 文章的標題就是香港需建立有效機制 貫徹愛國者治港的理念 譚sir 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亦都是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秘書長 所以譚sir 文章絕對是舉足輕重 大家真的要舉腳支持 在文章中譚sir 說 只有堅持愛國者治港 才是真正符合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設計的初衷 愛國者治港除了對參政者提出的基本要求之外 亦都是對香港的政治架構提出了變革的要求 所以要建立相對應的政治架構才可以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理念 譚sir 特別指出2019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 暴露出很多嚴重的問題 在選舉的過程中 黑衣人用暴力威脅不同政見的參選人和選民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因為我辦事處都被打爛了 更加在黃正棍的鼓吹之下 有黑衣人說要來放火燒辦事處 令我不能接觸選民 選民亦不敢出來投票 嚴重破壞選舉的公平 按香港基本法規定 當選者應服務社區 接受特區政府的社區管理事務諮詢 但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 部分當選的黃人須議員有其他政治圖謀 甚至與其他黃人政棍準備在立法會選舉再進一步 去竊取管治權 有見及此 香港的選舉制度都應該要作出相對應的調整 譚sir 說一個理想的選舉制度 不應該成為不穩定的因素 更加不應該成為社會內耗的源頭 所以必須要作出相對應的變革 令選舉制度回歸成為服務市民 服務社區的重要平台 成為量證善治的實施機制之一 所以建立有效的機制 相信是指有效的選舉制度 下個月初在北京會舉行人大政協兩會 相信會有一番新氣象 我自己非常期待 相信看片的觀眾朋友跟我一樣都很期待 我們一起期待 就可以整治黃政棍 譚sir出手預告整治黃政棍 昨天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都整治了西人 英國外交大臣南韜文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新冠病毒索源國際專家組 在中國能否得到充分的合作 英國就提出質疑 就說希望中國可以跟專家組全面合作 說到中國好像很不合作 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又說 專家的報告必須要獨立 中國必須要提供疫情初期一切的原始數據 說到中國好像不願意交出數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2月18日主持例行記者會 回應記者兩位西人南韜文和沙利文的評論發出的提問 我接錄了有字幕的影片給大家看華春瑩的風範 我們去片看看 開口閉口說獨立 但是我想大家都應該能夠同意我的觀點 獨立不等於聽命於西方對中國進行有罪推定 只有尊重科學基於事實才能夠產生獨立的報告 得出科學的結論 人們感到很好奇的就是 美方可不可以提供所有的相關的原始的數據 美方可不可以與世衛組織開展全面充分的合作 美方可不可以邀請世衛組織專家 奉美國開展溯源考察得出獨立的結論 我們希望有關國家同樣也能秉持積極科學和合作的態度 來開展全球的病毒溯源 分享交流研究的成果 共同為國際抗疫合作和構建人類 衛生健康共同體承擔陰境的責任和義務 中國和外國的專家克服了疫情的阻隔 第一次可以面對面坐在一起 本著科學的研緊和實事求是的態度 就在病毒基源頭進行交流 而世衛的專家組成員也說到中方人員 在中國也作出了高度的配合 想去的地方也去了 想見的人也見了 在合作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中國同行的坦率和信任 認為中國同行是值得信任的 所以他們也得到他們想要的數據和一些重要的數據 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西日媒體 近日好像收到命令 大家突然間聯成一線 聲稱引述了多個世衛專家 就說世衛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聯合專家組的調查過程中 就說中國某些行為嚴重阻礙調查的進展 也說中國拒絕交出重要的數據 就激到世衛專家要出來澄清 就說自己的觀點被扭曲 也點名指責紐約時報的行為是無恥的 身兼世界衛生組織病原體顧問 和美國非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 達斯澤克兩度在Twitter發文 就說紐約時報報道的內容 並不是他在世界衛生組織索源任務當中取得的經驗 就說作為動物和環境工作組的負責人 他就覺得中方是坦率和值得信任 更說到調查中得到重要的數據 也了解到更多關於病毒傳播途徑的訊息 而世界衛生組織的專科實驗室負責人 公共衛生專家菲謝爾就說紐約時報的報道嚴重扭曲 就說中國和國際流行病學團體建立良好關係 雙方的熱烈討論也反映了中國的高度參與 而他們的言論被嚴重扭曲 為重要科學工作帶來陰影 我上一集跟大家說我們應該要出一分力 說好中國故事 去反駁攬炒政棍和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抹黑 所以我再走前一步 開了一個Twitter的帳號 就是atjofi chan 大家也可以加我 希望大家可以成為我首批的followers 大家也可以出一分力 開過Twitter的帳號 然後轉發轉載一些正確的聲音 這是西人主場的平台 但我們更加要有正常人的聲音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響應 今集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希望你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給我聽你的看法 希望大家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是否和攬車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永恩Jofi chan 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然後Jofi chan 大家會流動 Kayla 聊著你的音樂 我訂閱你的音樂 已經有需要接觸封鎖 我就能聽到他的音樂 電話 xen燈 反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